好,那有些人呢,就會問啊,這個真筆跟帶真筆 他們有什麼書寫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就來做個實測 那我現在,老師呢,在準備四支Latrine的真筆 這是真筆 那我實際來寫一次給你看 先拿0.25的 來,寫寫看 這是真筆 這是0.25 看起來顏色很飽和 再來0.25 再來弄0.35的 好,心體要出息 再來是 0.5的 1.5的 嗯,這個比較0.6 好,0.6 看起來啊,這就是實際上的畫出來的 那我們要比較哪幾個款式的帶真筆呢 好,第一個我想比較這個 這個叫,這個叫什麼牌子 你看啊,這上面哈 筆頭都寫pn,pn 這個叫pigma的帶真筆 pigma帶真筆 寫的帶真筆 寫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這一個是黑色的 寫p pigma 這裡也沒有寫到底是出息是多少 好 沒有,沒關係 我就寫pigma 我就寫黑色 色彩還算飽和 這個是藍色的 pn pigma 所以這是比較啊 你看這種 這個藍色就沒那麼深 不像我們原子筆 他這個出息 目測有點接近 真筆的 大概是借在 0.35到 0.25之間 可能是0.3吧 好 所以這個是pigma 再來介紹一個牌子 叫 Woochida Woochida 這裡我準備了 不同的 有0.8的 0.8買兩隻 0.5的 0.5的 0.0.3 好 我們來實測一下 Woochida 我們先寫0.03的 這個Woochida 感覺比較單 0.03 0.03 0.03 有沒有 顏色 飽和度差很多 往旁邊 再測0.5的 0.03 0.03 那我們畫在什麼紙上呢 我現在示範的是描圖紙 描圖紙 描圖紙 好 因為我們一般 啊 機械工程 製圖我們會在描圖紙上 好 畫草圖 所以這0.5的 這是測試結果 0.8 0.8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比較單 所以 如果我來畫漂亮的圖 如果要用帶真筆 要在描圖紙上畫 我不太會建議Woochida 往旁邊 再來這一款 這一款是 這款是 UniPin的 我這裡放不同的 有0.1 0.3 0.1還有一個藍色的 0.05還有0.2紅色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就 我有這裡有稍微測試一下 我們先從0.5來啦 0.5沒買 我這裡先測 0.1的 這個都0.1的 好旁邊 0.1有藍色的 嗯 0.3有黑色的 0.3 0.0.5 喔 這個就沒有了 0.0.5 我再寫一下 0.0 M M 0.0.5 畫起來就像這樣 這個是0.2 好 個人覺得這個 飽和度跟這個Pigma比 可以感覺到哈 他們兩個都 還算不錯 顏色都還算接近 但是他們的兩個藍色 有一點不太一樣 好 UniPint的 彩色 比較鮮艷 較深 這個比較淺 好 那 Uchita 我就不建議啦 因為如果你在瞄圖紙上畫的時候 他的色彩表現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我個人要買的話 我會考慮這兩個 好 UniPint的 或是Pigma的 但是Pigma問題在於他有 好像沒有不同粗細的 好 UniPint的有不同粗細的 好 大概就 介紹到這裡